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眼里 他们一直认为西藏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的源泉 正是马布日山上的布达拉宫 相传在布达拉宫的地底下 存在一个秘密通道 里面不仅储存着 你想象不到的超巨量黄金 以及已经绝世的海量金书 甚至还藏有关于永生不灭的秘密 当地民间盛传 布达拉宫的地下通道 正是地心世界香格里拉的入口 就连二战时期 纳粹的头目希特勒 也曾数次派人前往西藏 探秘布达拉宫 大家好 我是大胖 咱今天聊个超级有趣的话题 布达拉宫 历来关于布达拉宫的鬼秘传说 数不胜数 咱今天先对布达拉宫进行简单介绍 然后揭秘一下 关于布达拉宫的地下通道之谜 至于其他的海量传说 以后有机会再聊 首先 我相信极少有人会说 没见过布达拉宫 因为它就刻画在50元人民币的背面 这一大片无微额的宫宝式建筑群 位于我国西藏 拉萨市区 偏西北方向的马布日山上 马布日山也被叫做红山 这座山整体不高 但名声不小 正因为它承载着 屹立千年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建筑群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建筑 整体依山而建 红白分明 一共13层 垂直高度可达117米 建筑面积高达13万平方米 几乎就可以说 整个山顶全是建筑 现代游客到此 大多第一感觉这是一座庙宇 因为自打17世纪大规模修缮以后 历代的达赖喇嘛均居住于此 不管是从建筑的观感 还是内中预寒的文化气息 甚至就连空气中 仿若都弥漫着一股香火的味道 但事实上 布达拉宫始建之初 是土拨王朝的赞仆 松赞干部 为了迎娶大唐盛世的文成公主 如此说来 这其实是一套昏法 初建时的规模略小 后世经过多次重建 最原始的建筑 仅有一小部分得以保留 绝大部分建筑体 都因为文化和政治的需要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的改动 布达拉宫整体为石木结构 注意不是石木 是石头和木头 宫殿的外墙 厚达2到5米 基础之间埋入岩层 墙身 全部用大块的花钢岩砌柱 高达数十米 在那个没有钢筋混凝土的年代 墙体每隔一段距离 中间均被灌住铁水 对墙体进行加固 大大提高了抗震能力 但这一举动 会极大化的增加墙体资深重量 层层堆叠之后 高达100多米却不坍塌 不得不感叹古人的建筑工艺 顺带着额外插一句 外面我们所看到的红色墙体 里面混入了一种藏鱼里被称为白马的灌木树枝 在秋天的时候采集 去掉外皮 扎成小捆 整齐的堆砌 在一层一层的夯实 最后用木钉固定 并染成红色 才形成了红色外墙 所以布达拉宫的外墙 也被叫做白马墙 这绝对是藏族人 因地制宜 独特且高效的一种建筑材料 也正是这种材料的应用 才得以有效的减轻墙体顶部的重量 既而使得高达百米的后墙 不被自身所压垮 整座布达拉宫的最高处 海拔3750米 用金顶封盖 它这个金顶是真的很顶 布达拉宫一共有七座屋顶 其中六座是达赖喇嘛的灵塔顶 剩余一座是主宫殿的房顶 全部由流金打造 光这七个金顶后市修缮 就使用了高达30吨黄金 具体本体含有多少黄金 没有人知道 但想来定是个更加惊人的数字 不算工艺 光折合金价来看 总价值就高达好几百亿 除了黄金以外 金顶还用了十万颗宝石作为装饰 早期的建筑 大都会加装壁垒装置 金顶群也不例外 每个金顶 均安装了三个壁垒铁叉 为了跟整个屋顶配色 将人们甚至把这些铁叉 也全都镀成了金色 那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 如此光天化日的 这么多黄金 就不怕贼惦击吗 还别说真有 曾经有不少毛贼来此行窃 光在这里摔弹腿的 就报道过树起 但从来没报道过 行窃成功的 曾经的金顶 对外开放 甚至有游客 试图咬下来一块带走 因为金子软嘛 但结果 却是崩掉了牙齿 或许 这里有一股神秘力量在保护 可能是为了防盗 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 金顶群从2006年开始 就正式不对外开放了 好 看完了气势恢宏的大金顶 咱们接着往下走 整个布达拉宫一眼扫过去 红白相间 仿佛是一座毅力的雪山 也正是从颜色划分 布达拉宫被分为 红宫和白宫两个部分 红宫处于建筑的中心位置 从外面看一共有13层 宫殿内部实际只有9层 而边上环绕着的白宫 一共有7层 位置稍稍靠下 好 接下来 咱们再进到宫内看一看 位于中间的红宫部分 里面是一座巨大佛殿 以及五室到13室 达拉喇嘛的灵塔殿 灵塔殿一共有8座 殿内的一砖一瓦 皆是黄金和珠宝 可能信心的观众会提出 五室到13室 应该9位才对 怎么只有8座呢 因为缺少了六室达拉 苍阳家措 听名字 各位可能不熟 我说两句诗 您大概就明白了 《见与不见》里 这样写道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请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以及《十戒师》里 如此写道 最好不相见 如此便可不相恋 最好不相知 如此便可不相思 这些金句 早已耳熟能详 但少有人知的是 《见与不见》和《十戒师》 都是出自于苍阳家措 他在14岁时被选为灵童 童年受戒成为六室达赖喇嘛 但苍阳家措 一来忍受不了佛学的束缚 二来也不认同当时背后的政治操守 他虽然上位 但仅仅只是个傀儡 最终情绪激化 把心思都放在了其他地方 才得以写出《见与不见》 《十戒师》等佳作 在康熙45年 苍阳家措于压界入京的路上失踪 有人说是原济 也有人说是被暗杀了 甚至有人说他私下逃跑了 具体缘由已然不可考证 总之 从那以后 关于苍阳家措的信息彻底消失 也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法身 红宫里自然也就没给他修建灵塔殿 咱们接着看红宫 在八座灵塔殿里 最奢华的是五室和十三室的达赖灵塔 就拿五室达赖灵塔举例子 几乎有五层楼那么高 见到他 共计使用了3721公斤的黄金 以及104万两白银 像什么珍珠 宝石 珊瑚 加起来共计18677颗 塔内的装饰品 诸如金刚钻 费玻璃 红莲宝石 琥珀 等等西式珍宝 数不胜数 在五室达赖喇嘛的法体旁边 还放有释迦牟尼的舍利子 你就说好不好吧 而建筑物外围的白宫 东边的白宫 主要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居所 附带一部分朝拜奖金的场所 其中供奉的佛像约20万尊 几乎每一尊皆是由纯金打造 所用的装饰 也全都是各类金银珠宝汇集而成 更别提还有大量的珍贵文物 特殊壁画 以及各种奇珍异宝 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 布达拉宫内究竟有多少个房间 没有人可以数得清 明面上地面部分一共是999间 实际如果加上地宫 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能知道的是地下一共有八层 而至于每一层里有什么 几乎也没人说得清楚 在西藏 只有对于藏传佛教的修行 达到了相当境界的前辈高僧 才能有资格进入布达拉宫的地宫深处 也正是因为太过神秘 历来关于地宫的诡秘传说 也越传越甚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有说地宫里埋藏这笔地表宫殿内 还要多的黄金 是某某王朝用来复辟的本钱 也有说地宫内封印着上古神兽 甚至有人说地宫里藏着人类永生的秘密 可以通往地心世界相隔离拉 在近现代 为了揭开地宫之名 布达拉宫管理处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对布达拉宫的整个地宫 进行整体扫描勘探 通过扫描可以看到 地宫的每一层之间是没有通道的 你像咱们修建地下室 最起码得有个楼梯 再不近也得有个悬绳 然而地宫里面啥都没有 楼层和楼层之间也都设计的非常窄 根本就不像是供人行走的 据此有专家学者提出说 布达拉宫的地宫或许仅仅只是布达拉宫的地基 或者说成是地笼更加合适一点 但其设计之优深复杂 你把它说成是一座矿石迷宫也行 Berry啊 沿着地宫的正确路线 真能找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入口